其實我覺得重點還是真的 要透明化 而且要給大家 而且要證據 你看看 就是因為 管閉靈拿出公文就把它拆穿 馬上就辭職下台 沒有人 外交部那個公文 現在不知道 那個公文拿出來不是多精采嗎 那個公文 那封信 如果真的公開之後 搞不好會像侯老師說的 會動搖現在的統治基礎 搞不好可以證實說 馬英九你的綠卡至今有效 而且是美國政府 用正式的官方罕見來證實 那不得了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不能公布 會不會裡面其實有寫到馬總統 他或許 或許沒有寫到馬總統 但是他或許會用解釋的方式 然後告訴你 馬總統他的所謂綠卡失效 其實那是不對的 到現在他還是有美國的準公民權 如果這樣 事情大條 因為很多事情 你說我們國家的元首 如果還有國外的一個準公民權 這對國家忠誠度是有相當的問題 你不是說一般的真的什麼一屆平民 另外我講一下林滿宏這件事情 我覺得林滿宏這個事情 他第一時間講毫不知情 我覺得這還不是最可惡 最可惡的是他明明知情 但是他說什麼 他怪給下面的人 怪給下面的人還處分 今天如果不是管閉林委員 拿出那個公文來證明說 你林滿宏說謊 那些高階事務官現在含冤莫白 那我今天要講 林滿宏這個事情 可以因為事情的資訊不透明 然後找代罪羔羊 找代罪羔羊 那我今天可不可以合理的懷疑 連勝文的槍擊案到現在 所有資訊不願意公開透明 到最後會不會也找一個替代罪羔羊 因為丁遠超也質疑 這可能是一個共犯 這可能有人預謀 包括前言後後什麼杜逸凱 或陳鴻遠的總幹事 然後現場還有一些什麼黑幫人士 警察那麼多人在 我不是說這些人就一定涉案 而是說有很多讓我們值得懷疑的地方 那假設到時候不透明的話 到時候找一個替代羔羊 因為我說很多事情 南方座講說機密 這個秘密是民主最後的敵人 我跟大家講 管碧玲委員拿的那張公文 還好林滿宏 林滿宏可能設施衛生 我坦白講他沒有做什麼關 他假設當時就說 在這個國使館內 把那個列為機密檔案 今天管碧玲把那張公文秀出來 他管碧玲還要負刑者 犯法 還犯法 還犯了國家機密保護法 所以這就是國家機密保護法 非常荒謬的地方 現在都是怎麼樣 用所謂的合法的方式 來掩護非法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相當的離譜 但是我提醒大家 內閣或者整個政務官裡面 難道只有一個林滿宏嗎 我認為如果依照 關宗的標準說 失言又有什麼援晃就要下台 現在哪有政務官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